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能够双加福 不能双加福 也要单加福 不能单加福就散盘 让两个脚相交叉 那其实里面重点还是在 两个膝盖要着地 不管你怎么做 两个膝盖要放在地板上 这样才能够产生三个支撑点 做起来才会稳 双盘也要两膝着地 那个单盘也要 扇盘也要 那个是重点 就是要让你做起来很稳 这做起来很稳 你才能做得久 还有 为什么双盘比单盘好 因为它架起来那种反射力 就反作用力 就比较强 你越松 反作用力就越弱 那因为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其实 因为譬如七支静坐 里面有牵扯到五个根本气 就我们身体里面五种最重要的气的状态 那这五种气呢 就分别对应到我们的脑部 胸部 腹部 腹部 密部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的中脉 上行气 对应到我们的脑部 下行气 当然对应到我们的腹以下 那平住气呢 就是腹部以上 到胸部 变形气 变形气 就走阴前身 所以 那个中脉呢 是我们的命根气 也可以称为慧命气 那这个中脉的气呢 其实 关系到我们往生 我们这身住宿 住宿 住宿 还活着 就是因为你的命根气还在 还稳定的存在 那慢慢的 我们命根气如果弱了 可能就会有很多状况就出现了 比如说植物人 或者中风 半身不随啊 行动不自在啊 那个命根气还是在 但是它就已经弱化了 已经弱化了 所以呢 其实生命啊 不要求偿 要求品质 重质 不要重量 因为你的慧命气 命根气强的时候 自主性就高 自主性就高 尤其 比如密教里面讲的坡啊 那个 临终的时候的那个千世 那就要有很强的命根气 就在中脉里面 就在中脉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慢慢在练习 我们在明空窗印的时候 在念完奥阿弥陀巴西的时候 要慢慢去体会到 那个气在中脉里面 而且是往上的那一股力量 还有走的途径 就是从心到顶 你慢慢要去训练 要去熟悉 比如说这个 Ri 我们不是说Ri Ri是往头顶吗 Ri这个声音 Ri这个声音是往头顶吗 Ri呢 Ri呢 Ri是密轮 就下面的 下面 Ri 就从下 跟打气一样 跟打撞球一样 从下面一推 然后从心到顶 然后出顶 顶圣衍生天啊 你到时候走的时候 如果气是从顶上出 那 就到圣的 至少是到天的境界 那当然这个天 如果是射究正天 那就到本尊的煞土 不是一般的天 所以 这个在密教里面算是 也是很重要 那为什么时时要 要观想一个种子之 不管你修哪一个本尊 种子之 总是在你的心轮的中央 所以 这个密意呢 就是说 随时 那你的心 它就是你的身体的正中央 那精意心 那个 精就是精华的精 意就是 理意廉耻的意 精意心 精意心呢 不是这个肉团心 而是那个 说有没有 说没有有 哪一个那个东西 你不能说它是什么 但它真的是在 所以那个精意心 其实只有我们在讲的心性 那我们一般 一谈到 你的心怎么样呢 是讲的 你的心事 就是意识里面的内涵 你这个黑心 心不太好 是指你的意识的内涵不好 起今都能不好 那我们 指的心 禅宗的心 密教的心 其实还不是巴士田 巴士是轮回的心 而我们探讨的是那个清静的心 本觉的心 精意的心 所以这个还是要分得清楚 那才不会搞错 相似 那这个当然要 你要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 说揣度也不是 不断的去观察 不断的去探讨 小一小悟 大一大悟 那一般在 移情如果在乱心中 你怎么样子都不悟 就悟不了 要在静心中 在禅定中 所以 虽然不特别强调指啊 观啊禅啊 事实上 这无时无刻不在 做这种功夫 指观双印 就是定会双印 那 体验里面 有明空双印 有热空双印 热明双印 都有 反正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你不断的去揣度 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观察 从你的身心 就会产生种种不一样的 现象境界 但是 千万不要做圣洁 就是说 我修的多棒 这个境界多高 那个境界多高 那个 一场春梦 那个 马上梦醒就不见了 所以 所有境界其实都是空性 都是因缘所生 因为是因缘所生 所以那个境 其实要反溯到它的因缘 从你的身心上 当然包括五蕴 从你的五蕴上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其实都是你的身心因缘的一个呈现 我们这样子懂以后就OK 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你身心有障碍 那个很棒的境界就是你的身心清净 就这样子 不要往它想的多棒 那这时候清净 等一下不一定清净 这时候很 很龌龊 等一下不一定龌龊 都不要住 我们就 保持绝照 觉知不反应 如果能都一直这样子下去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能觉知 所觉知到所觉知 其实是幻变的 这无常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 那进一步呢 那个所观是幻 那这能观是实吗 也不是实 所以到最后这能也幻 能也幻 所也幻 能所接幻 能所信同 能跟所的体性是相同的 同一个空性 那无我无法 那就彻底解脱 究竟解脱 如果还留下一点点东西 那都 还不是真正的 还有障碍 真正的到解脱 就无于涅槃 或者所谓无助涅槃 就那时候没有能所了 没有什么住不住 生不生 空不空 那些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修行呢 当然就在这里面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 所以不要有所得 那没有意义呢 才是大意义 那大意义就无处不自在 随时都 都很自在 不管做什么事 不管碰到任何的人事物 你都很自在 那这种自在呢 其实来自于我们的 智 智慧 来自我们的悲心 来自我们的愿力 悲 就智悲力 那个智慧来自佛部 来自我们的觉 悲呢 就是来自我们的那个菩萨心肠 此代就是同体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那利呢 其实来自我们的修为 方便 所以以方便为究竟 你如果没有利 自己不能受用 也不能为他人所受用 所以空有智 最多就是解脱 空有悲呢 当然他最大的用途 就是随时可以助人 那空有利呢 有时候是莽夫一个 那如果把三个都结合起来 你就是佛 就是完美的佛 悲智力都圆满 那有时候我们在修行 因为智慧也有了 慈悲也有了 就是缺乏力 为什么缺乏力 资粮不够 那个条件不够 所以还是要 累生累世不断的修 见一世长一世 立一个境呢 那就等于是在我们的心地里面 又多了一些一番历练 所以不要怕任何境界 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 不要恐惧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莫名的恐惧 那个当然来自于我们没有智慧 就被很多那个莫名其妙的经验 给压 给压 给压制 我们潜意识里面 常常潜藏的很多过去 很多恐惧啊 不自在的经验 所以你就莫名 莫名其妙就会有恐惧感 其实这时候你一定要 好好的看着它 用智慧来穿透它 这里面智慧要加上力 力呢 其实就是呼吸 恐惧的时候最简单的 就是吸满气 闭气 看恐惧在哪里 你会发觉 恐惧常常就是因为虚了以后 不安 心浮动 那就勾出那个恐惧的那种心理 或者意象 就这样出现了 所以我们随时看好我们的呼吸 不仅仅要看好我们的呼吸 随时要运用我们的呼吸 因为看好我们的呼吸 就看好我们的身跟意 身心啊 看好我们的呼吸 就可以善用呼吸来调整身跟心 因为这三个也是一体的 身 心 气 也就是我们讲的三 就是身口意 这三个其实也是一体的 如果少了一个 那我们的生命就不是生命 就没有意义不是完整 但这三个常常不协调 某一块强了某一块弱了 生命都不是那么OK 所以修行没有什么 就是随时调整我们的身口意 就是调整我们的觉知 调整我们的身体 能够让它柔 所谓的 墨调整 墨调整 倒顺 点 净化 墨气 名点 那也就是我们的身口意 墨调整 就把我们身的障碍排除了 那 那个 气倒顺 就是 把我们的语言 把我们的 其实语言里面还包括思维吧 这思维其实就是语言的理路 所以思维还是不理语言 那个点要进化 就每一个细胞 每一念 物质性的讲是每一个细胞 精神性的讲是每一个意念 都要是 就是 净化 也就是里面的透亮 身体也通透 念也是通透清净 如果能够这样 我们想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一个 佛的生命 也可以讲就是法报化 画报化具足的 也可以说法身就是你的心清净 那报身呢 就是你的身跟心的内涵 其实都是圆满的 庄严的 那化身当然就方便究竟 随着缘起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把你的清净的内涵 表现出来 就会发生了 不管扮演什么角色 那小一点来说 譬如说 你在一个球队里面 那以足球来讲 那不管你是前锋 中锋 后卫 或者keeper 球门 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 都要把那个角色扮演好 每一个都很重要 没有一个不重要的 既然我们要做任何事情 就全心投入 那当然在做之前 还是要检验一下 绝照一下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 有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意义不值得做 就不要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就是把我们的 珍贵的生命 做了太多没有意义的事 所以永远后悔 那个学长 说对人无愧 对己无悔 能够做到这样真的不简单 不管被怎么样 从不后悔 不管做什么事 绝不会让自己后悔 做了才后悔 那都是不好的事 自以为无悔 对人有没有愧 有没有愧对别人 所以 绝世绝他 绝行圆满 这个就是真正的佛子 所以绝世保持绝 而我们这个绝呢 还是要一再的强调 绝是本具的 你的生命存在就是靠那个绝 所以 只要你生命存在绝就在 那生命不在的什么都不用谈嘛 谈也没有什么意思吧 只要你生命在绝就在 所以绝不要去找 也不要去修 因为它是本具的 那我们要找什么 就谜的时候要找 要找绝呢 不是去找什么绝 先看是什么藏住的绝 找谜 找这些业力习气 看这些业障 因为这些把你挡住了 所以你看到了它 除去了它 慢慢的觉自然 自自然然就现前 所以我们只要轻轻的做着 保持绝照 轻轻的做保持绝照 不起任何的分别 那就看着你的身心 那绝保持住了 气也就进化了 所以我们 加幅座 把我们的下行气 不是往下 只有提供来 提供来支撑你这个身体 那平住气让你做得很稳 那平住气呢 就是手等持 自己下 让左右 可以平衡的交流 大拇指 两个大拇指要轻轻的接触 不要离开 不要掉下去 黏在手掌上 也不要翘起来 离开你的 就往上推 这个都会 当它很细微的时候 这些小小的动作 其实都有影响 因为现在我们很粗 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真正当你很细的时候 你就发觉 手一脱开 状况不一样 手一再合上来 状况又不一样 所以既然是讲这个药令 你就要随时觉知 随时觉知 就一离开 你就轻轻再把它 带回来 让两个大拇指轻轻的接触 两个手掌上下平整的相叠 如果手太挤也不对 就拉开一点点 就让它很自然的接触 这是属于平住器的 那极直就是要让我们的中脉 能够稳定的 没有障碍的存在 你极直的时候全身 那个气就通胀的 所以这命跟气 要靠极直来护持它 极直 那尖章呢 尖章就属于变形器 你一尖章的时候 那个肺活量就大 里面的氧就不缺 所以它能量的运输 就会比较强而有力一点 接着 头微斧 寒压喉结 这是要我们的上行器 不要虎视乱想 微微的压着你的两个大动脉 寒压喉结 这个轻轻的压着 妄想就会少一点 但是也不要用力 用力就不对了 还有轻轻的我们舌底上额 舌头轻轻的顶着上额 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的 那个水 就水大 跟火大 能够相继 就互相帮忙 互相调节 比较 不会一直流口水 也不会口干舌照 静坐 有经验的应该多少 都会有一些 有时候怎么满口都是口水 或者做到有一点点渴 轻轻的调整你的舌头 就可以改变 这样子的状态 到家讲的水火香气 就是靠这个舌头 轻轻的碰触着上颜影 那这样子我们的身体 就会保持在一个五气 五种根本气 它互相协调 互相帮忙的状态 那最重要到最后 目的还是要气入中脉 那气入中脉呢 其实很重要就是靠着你的意念 所以接着下去 接着下去呢 我们虽然说不要去管呼吸 但是事实上呢 可以应用在静坐的时候 调整呼吸 那呼吸呢 慢慢的让它习惯 习惯走中脉 我们吸进来的气 虽然从两鼻孔 从两脉进来 然后到脊下 四指的地方相会 往中间 往中间弯过来 然后就生成了中脉 所以这三条脉 基本上是在你身体的 前后的中间 左右的中间是中脉 然后两边呢 隔一个小指头 隔一个小指头 分别是左右脉 所以我们的三脉 在我们身体中间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呼吸的时候 你就可以静静的呼吸 吸进来 然后到底下四指的地方 转进来 中脉 中脉 吸上来继续吸 吸满到顶 然后呼吸的时候 从中脉慢慢往下走 走到几下四 然后分成左右两脉 呼出来 刚开始可以这样子做几次 你让你的呼吸 跟你的意念 跟你身体的关系 慢慢的走出他的路 就好像我们在去爬山 本来都荒烟漫草 慢慢的砍掉 走 好多人来走 走久了就走出一条山路 那我们身体里面 当然没有真正的这三条管子 解抛以后绝对不会有 但是你意念 我们的意念真的是厉害的 什么都可以走得通 我们的意念 是真的有神通的 它真的是可以走出一条路的 所以 虽然这是修所成的脉 而且也是意所成的脉 就靠你的意识 靠你的思维 靠你的修持 慢慢所呈现出来的三条脉 这三条脉如果说我们 透过天天无时无刻 不断的去下功夫 久而久之 它就变成你 既存在 而且是稳定的 而且是坚固的 三条呼吸的管道 那更重要的 其实就在中脉 我们天天修本尊 其实就在进化中脉 你如果中脉好 精神一定好 精神一定好 智慧一定好 身体一定健康 只要中脉 就一个人随时都很端正 左右都很平均的人 他的身体精神 一定都很端正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样子 所以就要求自己 慢慢的就训练成那个样子 随时都很端正 念头也不 不打妄想 不起邪念 气如果在中脉里面没有邪念 都是很端正 所以这个也是 但是从这些抽象的东西 其实也会变成一种具体的功德力 所以在披露七子座 在这一方面 当然就有一些琢磨 那更进一步 可能就是所谓修灼火 修灼火也是要这五种气 基本上你已经能够运作 用你的意 能够运作 比如修保瓶器修什么 能够运作 慢慢的靠 这样子对呼吸的掌控 慢慢可以让他生起生命的火 走火 那如果走火生起来就不怕冷 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面修行的 不怕冷 甚至还可以 表演给你看 那个 那个 近湿热的衣服 批到他身上去 不要几分钟 就整个干了 他们这些其实都有做记录的 所以 那包括更高更高 可能就到最后的所谓的 洪光化身 直接可以就 靠自己的那个意念跟能量 就可以把整个身体化掉 化成光 那当然 那是离我们太远 但是不要不相信 不要不相信 不要不相信 我没有看到所以不相信 没有 这个你还是要相信 那个真正有修的 那是 十几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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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子宫嘎举的 九十几岁 的老上师 他在子宫嘎举里面也是修行 好像就叫托仁波车 我印太久忘了 他到九十几岁 在做大礼拜 还是 然后下去马上上来 你看起来就完全没有障碍 九十几岁了 所以 那个 其实生命的品质 还是要靠 靠自己来经营 最好的经营 就义法奉持 义法奉持 要义疗义法 义究竟的实相法 直接可以运用在你的 身口意上的法 这样不要义那自我催眠法 义那自我毁弃功夫的法 把好好的生命 变成一个没有用的生命 那个是走错路了 所以 知见真的很重要 一代不断的强调知见 你的知见引导你的思维 引导你的作为 如果知见不对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其实很容易想一想 你很容易想一想 比如说你如果只是静坐 那禅宗不是有那个公案吗 你摸砖头可以当镜子吗 所以 那个 但是静坐很重要 但是绝对不是只是坐 里面有太多的内涵 要去探讨 不是坐久了就会开悟 没有那一回事 哪来的外道钉 哪来的邪志邪剑 其实都是做出来的 所以 在做之前还是要先有正确的观念 不是只是做 当然 那个 日本他们 也是他们的口号 做只是做 那真的在做的时候就只是做 只管做 但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知见 你必须去懂 你才能做只是做 不然一面做 不是吊曲的打妄想 就昏沉的打瞌睡 不是那个样子 还是要是掌握到最关键的那个技巧 要抓到 也就随时保持那个绝躁 要证明有绝躁 必须先有一个绝躁的锁 锁绝躁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就有所谓的阿拉巴那 修法 就管你的呼吸 那到般若的时候 管你的五蕴 都一定要有一个对境 来让你去在这里面训练 验证 我绝躁在不在 我绝躁如实不如实 我绝躁强 够不够强 这个都是静坐里面 你要不断的去自我检念提升的 不是做只是做 你把身都调得很软 还是跟解脱无关 如果身调软了就能解脱了 那应该小孩子老早解脱了 所以 当然 一定要把身调轴 但到时候即使身不调轴 一样可以解脱 因为解脱无关身 解脱跟身无关 跟智慧有关 那如果身好 那更有助于你解脱 不会身体造成障碍 所以 这些很维系的地方 我们都要好好去面对 理解 如果没有这样动机 没有这样的学习 或者探讨的耗耀 其实 就很难 突破 还有在观的时候 为什么要提到 过去不失未来不隐 提出来当口诀就是 随时看着你的 在想些什么 随时觉照你在想些什么 那我们想些什么 真的你尽量稍微想一想 我们一天都在想什么 我们一天都在想过去就在想未来 你在想过去想未来的时候 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在打妄想 现在在空过 好 那如果不落过去不落未来 就觉知当下 就是当下有当下的因缘 有当下的身心 其实当下的因缘当下的身心 其实都是一种 随时在变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急着反应 觉知不反应 就这样慢慢的修 慢慢的修 你那个妄动的习气 那个不够坚固的绝躁 不稳定的绝躁 才会慢慢被训练出来 好像是从没有变成有 其实是从这样不断的训练里面 调整了 放下了 离开了 所有不如理的部分 知非即理吧 你一定要有绝躁 才知道 这些现象 是有道理没道理 知道没有道理 我们就离开 知道有道理 就安住一下 那安住一下不是黏着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但是无所住不是跳来跳去 不是心在那边狂乱的在那边寻觅 不是那个样子 还是稳稳荡荡的 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些很小很小的 都要靠我们 多用一点点时间去训练体验 所以静坐不在时间的长短 现在养成喜欢静坐的这个好药 养成静坐的习惯 一有机会 就静下来 一有机会 就让你的身不妄动 心不打妄想 而觉知当下 你这样不断的训练 常常训练 你就越来越显熟 那有些人 包括我们即使有订课 即使有订课 你说一天我排个四个钟头 那其他二十个钟头你在干什么 所以坐上修的是要下座也有用 所以一定要打成一片 也只有没有上座下座的差别 所以没有定跟不定的差别 只有绝照没有定 定就住了 稳定的绝照才是定 不是把你的绝照抓在什么点上 那个定 那个是外道定 所以 这佛法 谈这些东西 它是很细腻的 很细腻的 不是我们这个很粗犷 很粗糙的头脑 以为它是什么就有什么 不是 所以还是 多深入境障 基本上 比如瑜伽实地论 或者是解脱道论 清静道论 基本上都还是要去熏悉熏悉 都看一点 至少不会盲修下练 千万不要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再修 那必然是盲修下练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想修了 而自以为是的修也是最糟糕的 其实 这里面很大的差别 其实还是可以检验出来 你是随时保持绝照的 还是随时坚持我的 你一下子就 检验出来 觉知 跟我 不是一个东西 有觉知的 很容易无我 有我的 很难有觉知 我讲的觉知真正的如实如理的觉知 这个很容易 我跟你讲话 那 你怎么在听 就马上 检验出你是用觉知还是用我 大到无难 危险简责 你是不是清听地听 还是都用我在听 我在听就用分别心在听 那个永远是我 但你如果是静下心来 静静地听 那叫地听 那就觉知 那属于觉知不属于我 所以这个习惯要慢慢去训练 慢慢检验 我是不是还是很坚固 还是我这个觉知已经慢慢训练出来 就随时可以用觉知 如果随时可以用觉知 那离真正的觉就不远了 虽然本觉本具 但是你若没有常常用它 拿它出来训练 其实久久之它又被埋没了 又被那个简责就分别心取代了 所以这个要随时随时有机会有空 就做做就静静地看着 静静地看这个能看是什么 看那个手看是什么 慢慢去培养 因为也只有能够靠你去体会 是如人饮水能软自知 不能传达 不能把我的经验传达给你 那个没有用 还是都要靠自己 慢慢地去提取 提振 如果能这样 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走在 求觉的路上 求觉悟的路上 也就是所谓的普利道场 就想要达到那个 无上证的证决 否则的话就不是 希望大家 都有机会 都肯下功夫 做多少算多少 当然有机会多做 有时间要用对时间 没有时间也就算了 有时间要用对时间不要空过 不要浪费 也就是用不对的方式 在消磨你的时间 那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面当然最麻烦最麻烦 就是我执法执 修行人 那我要慢慢能够放松 放掉 不要意见很坚固 想法很坚固 那个都是修行的大敌 就大障碍 所以你要懂很多法 但不能找法 你要随时奉献自我 但是又不能有我 所以 讲不清楚 对不对 用语言是真的讲不清楚 但是 事实上我们心里面都知道的 到底要讲什么 它不矛盾的 但是你一抓住就矛盾了 一抓住语病 就矛盾了 这语病人其实也只有我 我执法执 对名言的执着 对思维的执着 你如果把这个能够放松 其实什么你都通的 什么道理你都一听就懂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本觉 你忘掉了我 觉就现前 你提起了我 觉就不见 时间很快 两天快过去了 那这支箱 如果让你静坐 你现在可能已经坐得很不安 但是这么聊聊聊 时间就快到了 时间就到了 你动也不动 我还是偶尔偶偷瞄瞄你们 大家都做得很棒 做得很安稳 那这个 这个就是 身口意 身心的一种洗涤 虽然 讲话不是什么功德 讲话也是跟吹牛 吹泡泡一样 讲过就没有 但是实际上一立耳 一经过你的耳朵就入你的心 入你的心 就变成种子 他就可以随时起作用 所以还是 多说法 多文法 但是不要 写字写见 那个就很麻烦 我们早上也有提到 尤其做学问的 一讲到动念极乖 他就很不服气 那是不是就不要动念了 就不要有思想 其实不是 在这个地方要很小心 因为一动念就又落入分别 落入惯性的造作 那当然我们有训练过的人 尤其这个专业的人士 他思维的范围 其实很准确的 他没有多少时间去打妄想 但是还是难免 因为我们到底是有情 有觉知的生命 所以很容易被周遭的环境干扰 被各种语言 各种论调干扰 那在这里面 千万不要起烦恼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要回向 嗯 啊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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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